好的 在元平俊王寺這邊有一個隱身版的 台南市立博物館 有很多遊客到台南都不知道要來這邊逛 都只知道去美術館拍拍網美的照片 那實際上呢 我就帶各位逛一下 台南市立博物館 四月四號到四月七號 每天限量二十五份的一個 兒童節限量道館好禮 要送給十二歲之下的小朋友 那指限也好像是台灣吧 因為要請出示健保卡允許 這個館呢 美洲三修館 那定修館日齁 給各位看一下 就禮拜三 那開館時間是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 給各位看 好的 我們就往裡面走 他這邊路館須知 近拍照禁止什麼 拍照禁止使用閃光燈及三腳架 館內不開放拍攝回照或藝術照 好的 一進來很明顯的這邊有服務台工作人員 有什麼都不知道可以做介紹 那你也可以詢問他 這邊是不需要買門票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好的 我知道這個館呢 每個期間所訂展的東西都不一樣 那我們就尋著這邊來逛逛 他這邊有無障礙的一個設計齁 所以說蠻適合 對無障礙者是蠻適合的 可以來這邊 其實這邊取景還算是不錯 好的 我們就往這個方向走 這個樓梯蠻適合拍 拍拍照的地方 那他這邊有一個動線 有沒有 他告訴你要往樓上畫 那是實際上拿這邊拿 進來看一下 一樣有展覽 國立台南大學藝術記展覽 這邊有一個互動的 探索古城故事地圖 我們可以直接去泡花滑水就了解 我們來看一下他廁所還有電梯 電梯的位置在這裡 不要上樓 無障礙者可以從這邊上去 廁所的部分非常非常的乾淨 非常非常的明亮 可是男的女的我分不到出來 結果這間是女的 這間是男的 為什麼 那標誌兩個都長得很像 很乾淨 這是我看過 算是很乾淨的廁所之一 同時這邊還有飲水機 可以在這邊裝 熱水、溫開水 以及冰開水 孩子是賀重牌 廣告答案很大的 廣告答案很大的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搓搓熱 正常是這個 我把它揮了一下 好了 弄好了 我們去搓搓看 這個 很有趣的 一個互動型的 這些餅乾吃過哪些 好 這個 這個的最愛 螺肉罐 常常在做雷霸搓的時候 會用到的一個食材 這些東西 油抽出 油抽出 最特別的 南、王、海、白回照 還記憶猶心嗎 這是麥芽糖 還有零售 以前的小包裝的零食 走過來 這個就不建議看了 為什麼 抽菸對身體非常不好 那這什麼 輸了再保 輸保 很特別 藝術創作 上面一個 小辣抽的 鯉花 之後呢 就掉了一些東西 欸!這創意還不錯 馬上就被倒閉 看看喔 台灣的 一些食材 台南人的醬料 我看看有沒有冬城 最近出問題的 哎呀 東城不見了 那可 可能 知道我原因吧 真的沒看到東城 東城醬油不見呢 為什麼 台灣對黑心食品 特別的講究 以下是拜拜的尖子 都加上 麻油 瓜子 這瓜子應該是 最有名的應該是麻豆瓜子 看看是不是麻豆的 答案公布 真的是麻豆 麻豆就是我的出生地 菜籽 還有其他的食材 看一下 這個 這個我去日本 找了很久沒找到 很特别哈 诶 火柴还记得吗 这是钓鱼的 以前早期在钓鱼用的 沙拉钓 这个很多人身上会香香的 什么东西 明星花露走鱼 还有爽生粉 这个百灵盘好久没看到 百雀灵说错了 百雀灵这个冬天的时候抹到身上 比较不容易会干燥 这个是保湿还不错的东西 现在买这个东西也不容易买到 来看一下罐头 认识几早 认识几早 荒庙面 最具代表性的面 荒庙面 好的 茶货店真的是很聪明哦 真的是设计不一样的东西 难得在台湾南市看到这个东西 radio 度量痕 哦! 送砛 这个送砛呢 不是拿来计算的吧 linear 拿來滑櫃的吧 不過滑櫃最厲害的還是這張 用那個啤酒的瓶蓋 那怪的你櫃在上面 當然是開玩笑的 這台皮齁 很多人很喜歡喝的台皮 不過這是後來的 最早的台皮包裝應該不是這樣 那我們以前最早的時候 並沒有箱子 都是用這樣 隨時捆炸一手一手的奶 大概就是十六瓶 那十二瓶十二瓶的 一手一手怎麼樣 後來才有這種 那陪伴大家家裡一定會用的 料理米酒 以前只是純粹兩個字米酒 但是那是過去的歷史 現在都是因為後來呢 因為關稅的問題 那就改成有加鹽 加鹽之後就不用 那麼的價格 那麼的高 那以前呢 我們有沒有看到 這都是過去的歷史 那邊有一個月票 比較特別的 那因為 堅承到各支 不要拍太近 看到一張粉紅色那是月票 那以前這邊呢 相關的移民服務 廟宇服務 那以前的雜貨店 對 很特別 我倒是沒有看到以前 去游泳的時候 我們到游泳去游泳的時候 小包小包的洗髮機 洗髮 那個洗髮粉 那個沒有看到 這個地 這個很熟悉吧 大家都很喜歡吃的東西 好的 這走到這邊呢 很聰明齁 台灣早期很多人 都用籠子直接架設起來 就是直接的可以賣東西 那這是比較特別的 那居然還可以找到這種 以前的叫賣 日式的雜貨店 就從剛開始 以前的叫賣 那個年代不可考 也不知道是 哪個年份 哪個年代開始會有這種 他就把這個早期的腳踏車呢 把這個 箱子直接架在這上面 直接載著去腳踏車去 最特別的是這個腳踏車呢 他這個坐墊就是牛皮 這個都是用牛皮做的 那他用那個糖 會有一個反衝的 做腳踏車不會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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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以前的腳踏車 最特別的 我記得印象中 這種腳踏車呢 他裡面有鏈條 但是當他鏈條跑掉的時候呢 這個以前的腳踏車 這個地方都是逆風的 並不像現在開放式的 那你鏈條如果掉了之後 那很麻煩 就要去拆才能把那個鏈條帶上去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那個鏈條 有時候會跑掉 因為早期的路啊 並不像現在的瀑波有 以前有時候可能是石頭路 那變成它會跳動 跳動跳不好的時候 這鏈條就會跑掉 跑掉就是 鏈條跑掉之後 你就不能這個就不能騎了 因為這個人家展示屏 我不方便去手動 大概這樣給各位看一下 那賣的什麼東西呢 當然是日程 用品啊 味精啊 還有一些香皂 當然剛剛看的那個面爐啊 還有那個 那個香水都會有 好 好的 這邊 就給看一下 這邊要講一下 我們的以前最早的時候 煙酒 這個牛是屬專賣的 必須要的 可以造成的 那這些東西給各位看一下 說實在的喔 這個博物館值得你過來參觀看看 確實是不錯 剛剛呢 逛的部分是一樓的部分 那它二樓的部分 這邊有個參觀動線 那一樓的部分 我們是從左邊近 應該正常是要從右邊近 沒關係 反正都看到 那我們現在開始 爬樓梯往二樓的方向走 這個有用天井 所以說它這個樓梯的採光 非常的不錯 好的 這次到二樓 我們就照它的 參觀動線走 參觀露內 製造我們的歷史還難 製造我們的歷史還難 製造在沙灘的感覺有沒有 海浪打過來 走過去腳會不會濕呢 你覺得呢 走過去給你看 沒有 快要被淹沒了 快要被淹沒了 假的啦 我是用投影 這個 這個 我這邊有看到一個 台南史前 地貌也變得 新時系時代 這些都是過去的歷史 時間一轉眼都過去 一些過去的 詞片殘片 詞去的殘片 這邊有看到過去的錢幣 對 答案是對 西班牙 哦 都是西班牙 錢幣都西班牙 到這裡看一下 這比較特別 有看到一個安平湖 正前方那個鐵製品 那是建築物用的 有沒有看到 要不要塗上眼前 是不是 比較特別的 那個東西叫做閉鎖 我沒有記錯叫做閉鎖 我印象中 我剛才思考了一下 它有沒有看叫閉鎖 牆壁的壁 鎖住的鎖 也有簡稱叫鐵剪刀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好的 我們都知道 日本曾經在 馬關條約 割讓給日本 所以說 這邊會有一些 類似相關的東西 這邊也有 我們剛才去的 鄭成功的 原平俊王詞 就是 原平俊王 鄭成功 這是誰呢? 猜猜看 告訴你 這是誰呢? 想一下 很熟悉喔 我可以告訴你 這應該是鄭成功 他跟他媽媽 田川寺 他們 母子的巷 五輝木道 五輝廟 在五輝街 它對面有一間不錯 那個 不錯的杏仁豆腐 我只記得杏仁豆腐 我不記得五輝廟 你就知道我是喜歡美食的人 那個 那間杏仁豆腐 是陳先生開的 我為什麼知道他姓陳 因為我認識他 那間杏仁豆腐 這裡面很多東西值得 你可以來看看 走走逛逛 隱藏版的 在台南市 不用買門票 就可以參觀到博物館 不管你是本地的 還是外地 穿著毛 還有法樽 還有法樽 七寸今年,以前的人要裹脚,清朝的時候 裹脚是以前的貴婦財人服 從小就把它裹起來,到時候穿了鞋子 這個東西就是抓魚的竹籠 放在水流的水溝 水溝裡面,這是倒過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是,它是倒過來 後面這邊可以打開,讓它就倒出魚 那魚就從前面那邊放到水溝,讓它有溝菊的食物 會跑進去 有些它還會在裡面放一些幼兒 這都是從扁 就是大鱗杯、小鱗杯那些東西 在拓印下的東西 大鱗杯在哪裡?在那個南門城旁邊 台燕市南門路、南門城旁邊會有個大鱗杯 小鱗杯在哪裡? 台燕市的小鱗杯在刺坎門旁邊 旁邊那個樹苑的底下 那邊是小鱗杯 這個王爺、王床 比如說台灣那個廟宇都會燒王床 就是類似這樣的情景 它是一個縮小房 好的,我們逛過來這裡 這個看到這些都是拓印下來的 以前台燕市在大鱗杯那邊會開放拓印 現在都不讓人家拓印 這些都是從杯紋上拓印下來的 那意在金城 意在金城在哪邊?在安平區 意在金城在安平區 意在金城在安平區 意在金城那邊 意在金城那邊 你可以算好 房金、風鈴木 在開花的季節區的時候最漂亮 喔!我看到銀票 歡迎銀票 銀票 怎麼樣?銀票 這個呢?護照 以前的護照長這個樣子 好大一本 好的 在這邊 就看到 台南市全圖 一個介紹 那以前都叫紙丁 什麼丁 是受日本的影響 好的 這個 這一部分大概逛到這邊就結束了 相對的 這邊呢 會有衛生間 衛生間跟一樓的一樣 非常的明亮非常的乾淨 這邊是公的 這邊是母的 母的 我不能進去 因為我是公的 這是銀水劑 也是廣告做很大的賀重 好的 以上影片是DJ阿周呢 在台南市的台南市立博物館所做的介紹 你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 幫我訂閱 同時開啟小鈴鐺 可以接收我最新的訊息 也同時 請你把我的影片分享給你 以及親友 大家來分享 那 以上的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影片見吧 後悔有機 恭喜 請不咀嚇 我們請稍後 請進去